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国实力比拼之下 各国选边站或者是抱团取暖 已经成为不得不的选择 今天来跟你谈一谈美中各组防疫联盟 大国斗争台面化 这样的一个新的国际的一个局势 好 这场由疫情掀起的角力 中国因为发病的早 结束也早 在内部疫情和缓之下 积极展开医疗外交 抢先向各国输出口罩 防护医等大批的原外医疗物资 而以华府为首的国家 责政摩权插掌 要究责中国 力争索赔 形成了究责联盟 那么另外呢 双方的下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争战点就是疫苗 因为疫苗是终结新冠病毒 唯一有效的方法 目前美中之间都在进行 这个疫苗的研发 而且在比快 在比看看谁最早研发出来 看起来中国似乎已经略战上风 因为中国有三款疫苗的研发时程 进入到二期临床试验 按照大陆CDC主任高福的说法 相关的疫苗最快9月 就可以投入紧急试用 那如果真的照他所讲的实现的话 那么这个时程 可以说是全球最快的 最主要一点是 因为中国在疫情和缓之后 夹带大批的医疗物资 还有疫苗研发时程 快速的等等优势之下 已经让一些东南亚国家 还有中东国家 开始选择拥抱北京阵营 有一个最近非常重要的例子 就是长期跟美国 亲善的沙利阿拉伯 最近跟深圳的华大基因科技公司 签署了一项总额 两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的 一个病毒检测合作协议 那么根据协议的话 中国要帮助沙国建立六个病毒检测实验室 那么这个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 过去沙利阿拉伯一向跟美国进行公卫的合作 现在转向跟中国 那这个也可能跟沙国的王室 据说有150人 这个感染的新冠肺炎是有关的 那除了中东以外 更不用说 这个非洲始终力挺大中国的非洲 那么这些国家现在他们除了正在从中国获得远远不绝的防疫物资之外 疫情过后 那么北京还会进一步跟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的合作 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最近所采取的 所谓的防疫联盟的一个架构 好对比中国的防疫联盟 美国是从川普总统到国务卿蓬佩欧 来自于各地的州长到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 现在几乎炮口一致对准北京 那么以及在我们看到是澳洲总理莫里森 莫里森当然是亲美的 那么莫里森最近炮声很浓 就主打向北京索赔 现在所以这个向北京索赔 那么已经成了华府防疫联盟的一个主要战术 那目前它也吸引了一些西方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 好这个中美现在双方角力之激烈 可以从哪些迹象看得出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在27号就昨天发表了一篇署名中生 就是我们敲钟的中生的一个评论员文章 叫这个中生用中生是专门 人民日报专门来评论国际关系 而且这里头带有警告的意思 那么在这一篇标题为 蓬佩奥四处散布政治病毒 罪责难讨的文章当中 他说蓬佩奥露出了最真灵的面目 四处散布同样凶险的政治病毒 而无视美国一幕幕生命逝去的悲剧 不断的借着向中国爬 泼污水来转移视线 妄图以甩锅推折 嫁祸于人 所以说蓬佩奥如此散读 罪责难逃 好这个人民日报用这么高的规格 以及严厉的用词 直接点名美国的国务卿 所谓的美国的第二号人物 这个在过去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双方现在是如何的 这样子的一个摆开正式的一个 针锋相对的一个状态 原因就是因为美国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 跟这个大肆抨击中国瞒报疫情以来 那么现在美国的密苏里州 跟密西根州都已经相继向法院 提出有关对中国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诉讼 那同时美国共和党参议院的全国委员会 他们发出了一份备忘录 建议参与2020选举的各个共和党参选人 要用最强烈的手段来攻击中国 也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相关的议题 那么这就让双方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一个程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作为 也正提高警戒 疫情爆发之前 那么中国试图以一带一路突破海权国家的封锁 而美日等海权国家则努力以印太战略来围堵中国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打乱了这一盘棋 根据中国学者的说法 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国至少会在三方面来干扰一带一路 第一个是继续在舆论层面的攻击 大做一带一路的负面文章 对基础建设能源产能合作进程来施加压力 第二个是以技术封锁金融制裁 作为一个诉求来阻挠一些中小国家跟中国合作 比如说近年来美国就以国安跟外交利益为由 把几十家大陆企业跟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同时也发起了301调查 这都造成了一些中小国家 因此放缓了一带一路框架的合作 那么第三个是通过颠覆一些国家的政权 来利用新政权全盘否定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协定 这个主要讲的就是颜色革命 过去发生在中亚乌克兰南亚西亚北非 一些国家在经过颜色革命之后 中国在当地国家的一些项目就受到了冲击 不过北京大学的教授杰大蕾 那么他认为说现在两方的这一次的争斗 那么也展现在意识形态这个场域 不过不同的是以前是中国更多的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 那么现在美国认为自己正受到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 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已经不再存有逐渐改变的想法 而是要直接打击跟削弱 所以说他形容双方目前存在的叫做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 那么这个跟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 还是有所区别 谈到一带一路就不能忽略掉中国跟非洲的关系 最近广州因为抗疫的行动而发生了非洲人受到歧视的事件 这个在非洲引起的渲染大波 4月13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跟非洲联盟的委员会主席通了电话 那么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除了抗疫非洲人遭到歧视之外 也顺势提出要中国免除一些非洲穷国债务的要求 中国过去当然也免除过非洲穷国的债务 但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 因为新冠病毒一旦在非洲大爆发 那么以非洲国家这么薄弱的公卫体系 这个受创势必非常的惨烈 那么很多专家甚至估计说 疫情可能要花上一整个世代 经济才有可能复苏 所以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债务陷阱的问题 而是经济重担要由谁来帮非洲一起背 而中国愿意吗 中国背得起来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答之后继续来跟你谈 美中各主防疫联盟大国斗争台面化的剧情 国泰寻找奖金猎人 2020国泰青年节高中三对三篮球赛 4月20日开放报名咯 国泰集团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梦 举办高中三对三篮球赛 热血的同学们赶快揪伙伴一起报名 冠军奖10万元等你来挑战 详情请上网搜寻 2020国泰青年节 学生妈妈 你要跟女儿出去玩啊 对啊 我女儿自从参加过 信义房屋的社区服务活动之后 就一直吵着还要再去 想要跟邻居的小朋友玩DIY 然后跟我一起学做菜 还想听信义的大哥哥大姐姐说故事 她说她想要跟社区的大家一起玩 社区好像真的变成一个家 社区一家人让幸福变大 信义房屋 好欢迎回到信民播客 刚前面讲到说 这个现在非洲国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 开始向中国要求免除债务 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也构成的困扰 但其实一带一路经过的国家 不只非洲 南亚东欧的沿线国家 这一次在疫情重创之下 一些相关的建设项目已经都也停摆了 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跟俄国 以及中亚国家的关系 过去中国跟俄国的关系 基本上是一个上热下冷的现象 就是说两国领导人 习近平跟普丁在镜头面前握手拥抱 非常的热祸 但底下俄国人对中国势力 进入俄国远东地区 是有很高的戒心的 那么中国也对俄国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 立即封锁中俄边界 颇有微迟 而这一切的这种上热下冷 或者说相互有所戒心 那么随着疫情加剧 似乎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在4月25号 华尔街日报 刊出了有两名记者联署的新闻 那么这个新闻当中提到 在纪念二次大战胜利75周年的前夕 那么川普本来他婉拒了普丁 普丁的邀请 说在5月7号去莫斯科观看阅兵 那这个当然这个阅兵也已经因为疫情而取消了 那结果呢 是美俄两国的领袖 那么在地缘政治仍然存有若干冲突之下 双方却能够在这个二次大战胜利75周年前夕 那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呢 强调说要本着一北河会师的精神 所谓的一北河会师的精神 指的是二次大战胜利前夕的4月25号 美苏军队在德国的一北河会师 这是象征团结对外的精神 所以呢 两国呢 援手签署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声明 那么声明当中表明啊 两国要求同存异 追求伟大目标 好 这个声明啊 在现在国际事务纷繁的危机四伏之际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甚至说两国的合作声明啊 可能多少有美国将不再干预 中俄罗俄国在中东 特别是叙利亚的军事活动啊 而俄国呢 俄国也会袖手旁观啊 让美国在亚洲印太地区啊 耀武扬威啊 他做事不管啊 好 这是一个部分呢 当然了我们也了解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他想要跟中国划清界限啊 并不单纯只是中美贸易战 跟这个肺炎疫情肆虐才开始的啊 事实上在川普总统2016年上台之后啊 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而近年来成为流行语的这个去中国话啊 他的重点是在于说 美国不仅在一些敏感行业啊 那么要跟中国来脱钩 就是让美国企业啊 能够撤离中国 更重要的是啊 在政治意识的这个层次上 那么要跟中国来割席啊 这也就是说啊 美国将会跟中国在物质啊 这是形而下的 以及思想这是形而上的啊 全面的一个决裂啊 当然如果你比较双方啊 现在中国啊 号称全方位崛起啊 而美国呢 美国有很多内部的矛盾啊 美国行政效率不差 美国在环球各个地方用兵啊 以至于他的军力总体 虽然是强过中国 但是也有分散的一个缺陷啊 所以呢 在中国有些人就认为说 美国并不可怕啊 当然这种想法可以振奋民心啊 但是跟事实符不符合呢 我们来看看是美国兰德啊 这是跟美国国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库 兰德研究所有一篇啊 这个报告叫做 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这一篇报告 最近由北京的安邦集团 他的策略研究把他翻译刊出啊 那么啊 这个报告当中指出啊 美国去年八月啊 退出跟俄国签订的中程合力 合力量协约条约之后呢 就准备在亚太地区啊 部署啊 陆基常规导弹系统啊 那么目的是在应付啊 军事崛起的中国啊 这个是不言而异的啊 而近来呢 美军在关岛的换防啊 以致美机美国飞机跟美国军舰在东海 南海台海的活动趋于频密啊 这都是为了防范对抗中国而来啊 所以呢 讲到最后就变成说啊 也许啊 现在两边呢 因为疫情啊 所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前后的这个啊 发病的时间序的不同 以及中国的确在疫后的一些啊 医疗外交上啊 那么可以有助于来做一些拉拢啊 但是呢 讲到硬实力啊 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世界军事 强国的这个地位啊 这个中国啊 要来跟他做比拼 恐怕还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差距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啊 现实 硬实力的现实 再加上啊 那么中美国已经出现 要跟中国一刀两断的政治意识形态啊 那么现在又有 这个肺炎疫情的问责的啊 已经都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啊 所以呢 大家都提到说 这个中美卷入热战的可能啊 是不容抹煞的啊 而一旦卷入这个热战的之后啊 所谓的军事联盟的问题啊 那么这里头 国际专家的分析都认为说 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啊 那么会跟中国同盟来对战美国的国家 大概绝无仅有啊 连俄罗斯 刚刚我们前面也分析了啊 也肯定不会去躺这个浑水啊 所以其实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国际形势啊 在这一波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各组防疫联盟 大国斗争的这个形势底下呢 对中国其实并不是太有利啊 但是虽然说不太有利 但是两国的斗争台边的话 已经是一个事实啊 中国也不能示弱 而中国一旦不能示弱的话 他会怎么样子来展现他的一个实力呢 很多人担心说 他可能要对香港 对台湾的下手啊 那么有关对香港的部分啊 从最近香港的政情的一些 变化多位民主派的相继被逮捕啊 那么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逆 而对台湾的部分啊 这就是我们认为最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地方啊 当然也不是说台湾就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只是说应对到现在大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角力啊 台湾将来势必也会面临到 所谓的抱团取暖 或者是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无论做什么决定 这都需要有非常睿智的国安团队来做研判 同时呢 整个社会呢 也必须要了解啊 一旦做了选边站 你可能要付出的一些这种实际的代价 并且为这样的代价做好应有的准备 好 这是今天跟你谈的整个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